HELLO,大家好,我是貝塔 我們現在要來看到的是第二場IMMVP對上MOONGLAD MOONGLAD之前好像是Kelly的男朋友的樣子 怎麼一個開場還沒有介紹任何點位或玩家 就在那邊爆八卦 MOONGLAD在9點鐘方向 是紫色的蟲竹 對上一點鐘方向 IMMVP紅色的人類 人口10的時候 拉出第一隻SCV來蓋補給站 正常的一個開局封門 MOONGLAD則是拍第一隻的王蟲 要準備來看這個點位有沒有人類了 也是正常的一個 蟲竹初期會做的探查 好,MVP呢 跟MOONGLAD呢 我不知道他們之前有交手過多少次 不過這個 檯面上面的比賽經驗還有實力 各方面來講的話 目前 IMMVP是稍微比較 其實不是稍微啦 但是 比較佔優一點 比較佔優一點 MOONGLAD的 雖然剛剛前面那場也是打得非常精彩 可是呢 還是差一點點 81的人 呃 攻兵數 很可惜被騷擾到剩下的50幾隻 上一場 好,SCV呢 過來 做一下探查 沒有發現 對方的點位 那 MOONGLAD呢 馬上開下了 鋪化鎖 馬上裸霜了 好 然後呢 這個時候人口14 蓋下了 孵化池 那MOONGLAD跟我很像 因為我 基本上我在 自己練習的時候呢 對付人類我都是裸霜 呃 因為我覺得對付蟲族 跟對付神族 都是比較 比較 難裸霜的 呃 對付神族 因為 因為對付神族的話 對方的 呃 出兵 就是對方一開始出探射機 如果太 如果那個 人家是水晶塔一蓋完 直接出兵 然後又找到你 找到很快的話 基本上二礦是很難蓋起來 因為會有水晶塔 所以我通常 充足就是 也毫不考慮的呢 呃 就是先 喔喔喔喔喔喔喔 這邊兩隻SCV 直接給你蓋 刁堡了 我們看一看 MOONGLAD的反應如何 好這邊先 點掉這隻SCV 聰明了 喔喔喔喔 點掉點掉點得掉嗎 好 要硬點你的碉堡 這個碉堡 這個碉堡應該是點得掉 喔喔喔喔 先點掉一隻 好但是呢 我們的一化衝出來了 哇 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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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SCV先點掉 然後呢 哇 我們這邊碉堡 欸這個取消了 好這邊取消了 那剩下最後兩隻 所以 MOONGLAD在這邊呢 雖然浪費了非常多的幼蟲 他這邊真的是浪費了很多幼蟲 那但是呢 算是擋下來了喔 這邊有 應該是十 八 九隻的 九隻的一化蟲 所以他可能蓋了十隻吧 那原本是一般 你知道安全起 一般正常的話 可能蓋個四隻就夠了 那他這邊蓋了九隻 十隻 所以就等於是 你知道浪費了 多浪費了好幾個幼蟲 好現在 最重要的呢 就是 趕快補弓兵 這邊蓋下了一個 防禦用的地刺 好MVP在這裡呢 這個兵營蓋下去之後呢 直接 要衝的是指揮中心 然後後面再補上兩個兵營 來這個 來壓縮他的空窗旗 不要說自己的指揮中心都蓋好了啊 然後 ACP多的 就是 多到一個不行 結果還沒有兵 這個空窗旗要趕快度過 空窗旗 空窗旗 呃 如果是比較 你知道比較玩家或心海的 玩家 可能空窗旗是什麼 不知道 空窗旗呢就是 呃自己還在做準備的時候 可能自己是在準備 準備某項科技 或者是準備要來開礦 或者是 準備一些 準備 準備要蓋下大量的兵種 然後蓋下了一堆的 兵營啊 或者是軍工廠 但是 兵還沒有出來 那這段時間很容易被攻擊 或者是很容易呢 被一波壓倒 這種就是空窗旗 就是還在空窗就對了 就是還在空窗就對了 喔 這邊 這個 這陸戰隊表示我很無故喔 就這樣被抽到一下 趕快回去 好 我們又補下了11隻的工兵 那麼 在俄本之前呢 還是先蓋下了 毒暴蟲巢 好 主礦滿了 營運 營運滿了 二礦我們營運應該也快了喔 快了快了 好 打石頭 好 孟格雷在這裡 他很會做這個 初期的 青蟲胎的這個 呃 的這個動作耶 他 剛剛上一場也是 我們可以看到 有注意到的話 很快的很快的就 呃 用火車啊 或者是用 機槍兵去清理的重胎 那你看 孟格雷現在就是沒有重胎了 要重鋪 直接在門口就被打掉 好 我們這邊有兩台醫療艇 這兩台醫療艇要來看看 他有沒有要 很早的醫療艇喔 所以 也沒有到很早 但是你知道 這兩台醫療艇 其實是可 可能可以用來做一些空降 喔 來了 喔 直接來了 直接來了 你就來看這醫療艇要幹嘛 好 那麼 同時 呃 同時呢 自己家裡是有在生坦克的工程科技 然後坦克也正在出 呃 現在家裡其實這邊就是一個空窗期 如果你知道 如果這個時候孟格雷是一群狗已經在你家門口 直接上來的話 這個MVP就真的是死定喔 這就是空窗期 那但是呢 MVP已經成功到你家了 孟格雷知道嗎 知道 那麼 呃 毒爆還沒有速度 好 基本上這邊是要 好 馬上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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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樣子的打法 翼化蟲也沒有 也沒有狗速喔 兩邊的速度都在升 好 後退喔 一隻後退 好 後面還有更多的 Back Up 這個 後援兄弟們 嗚喔喔喔喔喔喔喔オ 這個 很冒險很冒險 好 我們的飛糖塔完成 不過 然後Mengvette現在是有700多塊的瓦斯 是可以來升飛糖的 好 一隻蓋下了5隻 這邊要一波囉 我的一波是第一波 第一波 第一波攻擊要來了 先做一個掃描 孟格雷還是沒有去鋪蟲胎 他這個可惜 我覺得他這個蟲胎剛剛要繼續鋪 因為人類就是看你沒有蟲胎 他就直接壓到你家門口了 如果這個蟲胎有鋪到這邊的話呢 坦克可能會在更後面 這個地勢也沒有要後退的意思嗎 趕快起來 來不及了 孟格雷這邊有點困難了 非常有 然後這個 我們毒爆 還有小狗都有速度了 直接衝我直接來做包夾 直接點掉兩台坦克 兩台坦克數量稍嫌少了一點 這邊 這邊做一個分兵 一些飛躺去追陸戰隊 一些飛躺去追陸戰隊 一些飛躺來點坦克 這坦克也是很危險 不過孟格雷這樣子換兵 他的三礦也還沒有 他也還沒有蓋三礦 他的三礦呢 孟格雷現在是 其實在經濟上是非常落後的 我們看一下他目前的經濟在40隻的工兵 對上人類呢 MVP這邊是47隻的探測機 工程車 然後呢還有 3隻的 礦羅 所以人類在這邊的收入可能有到 1800 2000 你知道這個2000的收入等於是三個礦了 所以人類就是這樣 鷹鷹鷹 就是 踢鷹鷹 丟礦羅呢 兩礦當三礦用 那麼 MG的探測機 只有在 呃不是 這個工兵數只有在1100左右 這邊有一些陸戰隊在做什麼 好 我們這邊有一些非常 來到了MVP的前線 好 醫療艇 點掉是 很棒的喔 剛剛到現在可能點掉了 剛剛那波有 好像有三台醫療艇被點掉吧 那麼再加上這邊有四台了 這四台如果留著的話 MVP的 就更猛了 然後這邊有兩個 兩個 兩個那個醫療艇準備出去了 所以都是繞邊邊 呃 直接繞邊邊 那這個時候 這個空窗期 我們看到 MVP家門口是比較空一點 但是 還是 哇這坦哥剛好下降來 哇 這樣子的話 哇 我們這邊 這個MVP這邊很傷啊 這個門口這個 哇 直接來到你家了 哇 MVP在這邊有辦法 哇 我們這邊SCP 直接打掉22隻 22隻的 這個